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祖兒 中國經濟下滑 大批外企撤離 民企大量倒閉 在洶湧的失業潮衝擊下 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中年人 很多都面臨著嚴峻的危機 民眾擔憂 中年人失業危機 遠大於年輕人的失業危機 有可能會醃成很大的社會動盪 1月28日凌晨 一段38歲二一一畢業男子被裁 門車子送外賣的影片被推上熱手榜 真實反映了中年人失業危機的嚴峻情況 點片中的這對北漂夫妻 38歲丈夫被裁員後 瞞著車子和家人偷偷送外賣 車子在追問後才知道真相 車子說 你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為何就找不到工作呢? 這一身的本事就這樣放棄了? 畢業於二一一大學的丈夫說 我都很不甘心的 人家要35歲以下的 我38歲 很難找工作 二一一大學 是中共教育部認定的一類重點大學 有自媒體文章認為 男子 38歲 畢業於二一一重點大學 被公司裁員 註冊外賣帳號 背著妻子擔負起這個家庭 一下猜中了所有熱點關鍵詞 這樣的短片想不紅都難 從一些網友的評論不難看出 類似上述短片中夫妻的經歷 不少人都體驗過 但是家人的態度就不盡相同 中國的中年人面臨上有老 下有小的生活壓力 他們沒有辦法 好像年輕人一樣選擇躺平 或者肯老 除此之外 他們還要遭遇即場的35歲門檻的歧視 類似上述短片中的故事在中國比比街市 在如今中國經濟疲遠的大環境下 人民的出路在哪裡 尤其引人關注 在微博認證為財經知識分享官的 更白星君 兩個幾月前發文說 最近寫了一篇身邊的中年人失業現狀 已經有幾萬的閱讀 上海市民劉先生對《大紀元》說 我周邊的老朋友好幾個都說自己的兒子 女婿或者子女都在三四十歲失業了 35歲在其他國家可能還被視為青年 而且年富力強 但是在中國卻遭遇35歲門檻 或35歲魔咒 中國獵人頭網站《照聯招聘》 2023年5月發布2023年一季度 人才市場熱點快報說 85%的白領認為 35歲門檻確實有 其中的46.8%就認為 過了35歲的確很難找工作 在互聯網大廠裁員過程中 優先考慮裁調35歲以上的員工已經不是秘密 一名互聯網公司的HIR人士部門職員 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裁員主要考慮人力成本 35歲以上的員工資歷勞甚至高 對比適應能力強有體力的大學畢業生 就成為被優化的對象 上海民企老闆發名消業對大紀元表示 就我們所知 單是35歲失業的人數就已經非常高了 肯定突破了20% 如果單獨說中年人的失業情況 根據我的判斷 應該說有接近一半的人是失業的 他說 不管是私營企業 還是一些外資企業 一旦超過35歲 很多就會被裁員 就算企業還沒有關閉 這些人都很容易被裁員 我的一個朋友 他以前在華為 還做到華為深圳總部人事部的經理位置 結果都是被裁員 因為他40多歲就被裁員了 還連身過8萬突然就沒有收入 目前 中國市場到處尼曼悲觀氣氛 到處都在裁員 關廠 放長家等 1月25日 北京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蕭條過的貼文 在網絡講傳 文章說 劉先生對大紀元談到上海的情況 部分外資企業走了 很多人都失業 市區非常蕭條 店舖關門的多 沒有辦法 現在大環境就是這樣 伴隨這種形勢而來的失業潮中 首當其衝的是中年人 蕭業說 絕大多數的中年人 基本上來說 除了進入企業管理層的 大多數都是處於一種失業或半失業狀態 很多企業倒閉 打工階層現在失業的非常多 一批失業的中年人為了不讓家人擔心而假裝上班 依然每天早春晚季 有穿著西裝拿著電腦的失業男女 佔滿姓巴赫 也有大批人佔據圖書館 假裝上班成為中國中年人失業的獨特畫面 蕭業說 還有很多過去幾年像我這樣創業的中年人 在疫情之後經濟衰退 那創業就變成了負債 又句話說 老闆變成了老奶 現在很多人進入了信用評價不良的黑名單 這個數量在中國應該說是非常大的 中年人 往往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 承擔著房貸、車貸、子女的教育支出 父母的醫療費用等各類開銷 失業的中年人不得不盡全力尋找自救的方法 此前 中國網絡還出現一篇貼文 描寫年新人民幣80萬元的民企總經理 45歲失業後 求職處處碰壁 為了生活 致好擔任時薪緊18元的一對一快遞元 一日賺145元 蕭業說 過去還有一些積蓄的中年人失業了 可能暫時危機還未爆出來 還有些錢可以吃飯 但過多兩三年 當他的積蓄耗盡時 可能家庭就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 就可能有人過不下去 他補充說 中年人失業比年輕人失業更可怕 因為年輕人失業還可以送外賣 年輕人還有人要 但是中年人一旦失業的話 現在是很難有人要的 所以 中年人的失業危機 會遠遠大於年輕人的失業危機 有可能會養成很大的社會動盪 這是未來的35年很可能會發生的事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黃雲、諾鴉、方曉的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語語版》的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點贊 請記得訂閱點贊 請按下 勞請訂閱點贊 這點贊 請訂閱點贊 點贊 點贊